那个师姐啊 她有一次做梦 叫她去四川峨眉山 说传你法脉 梦中 反正具体怎么样 她平时也很少说这些 我要不是反复的应问 她也不讲 她就干这行的 很多事情 经常梦里和那个激公和尚 鞋而破冒而破 就是都是神外之物不在乎 然后 什么最重要的 虽然点画 有的时候也是 江湖行善 救急 惩恶扬善 当然她有她的一套法术神动 那比较厉害 电视里我们也看了 历史上呢反正 演绎嘛 多少可能神奇化一点 事儿是有的 而内在真正神奇的部分 她身体这个气怎么运转 怎么出来一些神的东西 很多东西不为人知 包括她背后的故事 有的时候自己都很难去注意到 所以 演出来也不一定就 真正达到她那个效果 可能比这还神奇 废话说的很多 如果直接说出这句话 你可能 还要不信 很多东西啊 你通过故事讲出来 你看庄子这种预言故事 哎 简单明了 大家就要爱听 实际上真正的话 好话 都是废话 都是很简单的大道理 知道知道就是做不到 能说道理的 尽量不要说故事 你听不尽 那没办法 那只能简单再简单 说的又臭又长 那没了 老太太过脚步 她去了这个峨眉山 让她接法脉 结果师兄 这个师父 师姐们都在 看到她来了 大晚上的 哄堂大笑 她在山里 那这个时候她才火烟大悟 你们这些人 都不用说了 怎么回事呢 就梦里给她托梦 活人托梦 让她来 是活人 我们指的活人就是 我们肉眼能看见的 就叫活 就相对的阴阳 你不在的 这个是神仙 也是死的 也没用 我头顶就是了 你也认为她不在 全是死的 全是死的 就我是活的 人太自大了 就这种事情 那在我们道家的书法里面 叫家梦 还有很多其他的教派啊 宗教 也有 这个密宗 也有这些 甚至你做梦 还可以自己去 就普通人啊 去练 用你的意识 睡前想梦到什么 你进入之后 你可能暂时出不来 你梦怎么走 我就随着她了 但是如果意识强烈的话 你还是能控制她 你想做一个美梦 你就做一个美梦 所以你说梦 那她神奇梦 很神奇 现实梦也很现实 虚化梦也很虚化 说不清楚这些东西 当然无心之梦啊 那个可能更自然一些 那就不是人为操控 不是人不管动好心坏心呢 他是动了心了 自然应该怎么样 社企自然 我们练这个功法 也是讲究这个 还有太多太多 这故事啊 我们不一一说了 很多平台舍得也不过 那么暂时先挺一挺 因为有些平台啊 已经甚至都限制发布权限了 老是这样不行 我们下节课 总是跟这个有关的嘛 要么学安学 要么国学 我们说说如何入到这个道门 怎么样才能入道门 这个我们也不讲道理了 先讲故事 因为大家听不尽了 有多么痛的灵物 当然是有现实的一些痛